首先来看俄罗斯火计落沃空军基地 俄罗斯军方公布了一组驻俄罗斯中部地区的火计落沃基地 第790尖机航空兵米格31BM战机部队训练图 第790尖机航空兵团主要装备米格31BM与苏道27系列战机 该基地位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特维尔州伯洛加市 以南20公里处临近莫斯科到圣彼得堡M10号公路 负责保护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 现任基地司令是克内什上校 该基地机库里仅修的苏道27屠围基地内的一处提款机 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实用主义 简单地凿开一个洞能放进提款机就行 连必要的装饰都不需要 只用了一点水泥粗略抹了一下 要多简陋有多简陋 但简陋却不影响功能使用 成牌的飞行员头盔 各种专用服装 戴上头盔 飞行员的抗和服 俄军飞行员展示抗和服 牵引苏27UB战机 飞行员接领任务 飞行任务安排表 此图数高度机密 讨论飞行路线 米格道31战机起飞 第二来看日本纳巴航空自卫队基地 日本没有空军 只有航空自卫队 此前有网友拍摄到了纳巴军事基地里 日本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多架战机 其中包括F-15J战斗机和P-3C侦察机 其数目之多令人惊讶 目前部署在纳巴军事基地的 由日本航空自卫队第83航空队第204飞行队 基地内的机库和油罐车 基地一角 依次人料储存处 基地内掩体 第三来看解放军空军基地 图为战机在双跑道机场快速起飞 击毙场景 指挥员用模型进行演练 中国空军高原机场曝光 配大量三代先进战机 航空兵高原机场跑道细节 歼时歼111276驻讯高原机场 四川旧站 黄龙机场 第四是越南空军基地 网友在安南国县港南部 欧见某大型军事设施 离海岸非常近 经多方考证 四处为美军留下的 Xiawei Ine机场 现作为越军备用基地 没有战机 由于被一部队之类的部队看守 以下是基地的部分照片 以记者身份 忽悠过机场大门的民兵 果断乱入支 但还是有个人不远不近的跟着 门口就有几辆苏制Bus66底爬的通讯指挥车 远处还有高炮阵地 有两门盖着炮衣等 机场上的建筑基本保持完整 左侧位部分战斗机掩体 标准美式 右侧位油库 是唯一保持运作的设施 根据后来蹲点观察 常有大型油车从港区方向驶入此处 可见越军一直维持此处的基本功能 虽然反复强调不准拍储油设施 当然 越是不让拍 就越有价值 所以偷偷拍一张越南战机准备起飞 越南战机降落 网上也传出越南空军苏30战机照片 其垂尾等处黑记翻斑 看上去像污垢一样十分肮脏 显示出越军保养水平地下 更一步说明了越南空军基地整体落后 所以 后来看美军基地 美军基地内整齐停放的大批F35战机 在2011年7月14日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正式向美国空军 交付首架F35A联合攻击战机 该架战机是量产型 编号AF09 于7月14日 抵达位于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 隶属于第33战斗机连队 美空军为最新改进型A10C攻击机 安装了一系列最先进的新型装备 使其具备了与美军最新型战斗机一样 先进的瞄准与火力控制系统 此外 A10C攻击机 并安装了新型通信系统 使得飞行员可以与地面部队 共享实时信息与情报 这是网友参观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内利斯空军基地时拍的照片 这是美国空军基地内的B2轰炸机 这是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这是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内的AC130空中